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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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教大家 畫一個聖誕妝 聖誕節要到了 所以呢 當然是要畫一個美美的 可以閃耀動人的妝 首先呢先敷面膜 黏膜敷完了把它拿下來 然後呢開始上些保養品 這幾天長了一個小針眼 但已經有點燒了快燒了 在這裡 只有針眼一燒完之後換烙枕 這邊現在是硬的 我的頭都轉不了 所以呢今天我會用 烙枕的狀態告訴大家 如何完成一個 美麗的聖誕妝 先把臉部按摩一下 先把臉部按摩一下 讓臉部比較平均一點 尤其是眼下 嗯 貓毛 精華液都上完了 來上乳液 上什麼乳液呢 エ~! elyM 擦一擦 保館 腦膀痛到一個 真的是很難以形容耶 太痛了吧 完全不能轉耶 只能這樣轉啊 怎麼睡個覺會變成這樣 我一直不懂耶 好的 現在整臉上的保養品也都按摩完了 現在把妝前精華可以塗抹在臉上 好了妝前精華塗在臉上 塗好整個臉上非常的滑潤 再來就要用我們的這個潤色濕滴乳 校正我們的膚色 所以用Bobbi Brown的 它有人生的清爽 上一罐那個妝前精華是YSL的 裡面有金箔 這罐 嘿嘿 但有時候我不一定會用這罐妝前精華 有時候我會用這個 有時候我會用Smishbox的妝前精華 屁換就用 再把綠色的筆拿出來 好的 現在可以來上粉底液囉 好的 現在可以來上粉底液囉 這是我的粉底液 這個是台灣沒有的 這個是用奶油漬的感覺 我好像差點把它刷均勻 天啊還看得到我那個睜眼的痕跡嗎 變得有點紅黑紅黑的感覺 有沒有看得到喔這邊 是我太辛勞了嗎 仿真眼又落枕成這樣 上眼影膏囉 上眼影膏目的呢 就是不會讓油的眼妝給糊掉 眼妝上上去之後 你聖誕節一定會出去玩嘛 所以你一定要上眼影膏 不然的話 第一個顏色不會那麼顯色 第二個是 很容易 所以過一兩個小時你就終於全沒了 就糊掉了 眼睛一睜開眼皮 眼影卡在這一條線 好可怕 然後再來用蜜粉 眼睛膏上完了 先用蜜粉 起春樹的蜜粉 一些大粒就要蓋上去 別管那麼多 就蓋上去就對了 好的 開始畫眉毛囉 先把眉毛上的一些粉底液把它弄掉 以免讓我上不上去 我正要畫出眼的眉毛 因為出眼的眉毛看起來比較年輕 我是先用 Anastasia的眉膠 表示不要太深 因為我前面想到說就是 當然還是有其他比較深色的啦 你看我這邊不只一個眉角 這個是就是 咖啡色 但我拍了這個 比較深色的 有大概這個有大概10顆吧 10顆不同顏色 所以是比較深色的 這比較偏那種比較灰灰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隻比較巧克力色 然後再用眉粉 眉頭的地方用淺的眉粉 這樣眉頭就 喔記得把它 我的眉毛近一點 也不是換點就是 不要太遠的距離 再用concealer 把眉型給勾勒出來 然後呢 眉尾畫比較深色的 現在眉毛畫的是還不錯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畫眼影了 不過聖誕節眼影是什麼樣子的呢 聖誕節要用什麼呢 聖誕彩妝盤嗎 嗯 嗯 我來試試看看吧 當然還有pamegriss的盤 我覺得蠻喜歡的 嗯 這一盤我也是蠻喜歡的 我認為是這兩個混色 把眼窩都上滿 把眼窩都上滿 先把眼窩都上滿 眼窩是眼尾 地方重一點 可以多一點 我覺得今天可以來個橘紅配金耶 因為聖誕節的感覺嘛 現在是橘色 畫完整個眼眶 如果覺得有畫的 有色塊的地方 可以拿這種白色修一下 不會想要色塊 或是界線 那種明顯的話 修掉 今天用的是這個 MAC的這個 聖誕節的這個眼影盤 再橘顏的顏色好了 再用這個比較深紅 深有點深的紅色 帶一下 然後呢 這些呢 有色塊的地方 記得用白色的粉 把它給 弄開 不要一塊在那裡 會很可怕 白粉把它弄開了之後呢 再把它用紅色的 剛剛那些魚粉把它弄得均勻些 畫一個那種 用它這個深色 Pilligris這個深色的紅 畫一個就是 眼線的概念 用這個把它畫出那種眼線的感覺 那有沒有看到是不是這個 深色的這個 眼線的感覺 用眼影先把它暈出來 然後再用這個深色的紅呢 蓋一次 跟這個眼線的感覺 可以暈起來 暈在一起 再用這種大刷有沒有 你剛剛都是用細刷 這樣用這種大刷 把眼窩的地方給補齊 但是用的是那種 比較淡的顏色的粉 淺色的 就是通常塗眼窩的地方 當我拿這支就是白色的部分 就是把它暈白的地方 然後呢 我會想要什麼顏色呢 我覺得這顏色好像不錯 先用這個 亮亮的 打在眼珠中間 好的我現在眼影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就是呢 這邊呢 也都把它弄乾淨了 你看現在眼影就非常的乾淨對不對 就是這一層 它這層是蠻美的耶 你覺得呢 把它抹上去 再加上水 現在眼線已經畫完了 就用這個眼線膠 然後呢 先畫眼影 剛剛不眼影已經畫一條眼線了嗎 然後再用這個眼線膠畫上去 然後呢 再用眼線液 眼線液畫完之後呢 我會用這種比較深色的 來補一補 就是眼線的一些缺口補耶 補起來 用這種比較短短小小的弄筆 然後就補在這邊 剛開始的時候 是用這個顏色吧 不能再告訴我 好 好 剛好這邊有個針眼 我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 眼尾用比較深的顏色 但還有更深的顏色 然後呢 深色的顏色畫到眼尾 然後呢 我們用一點它的量 這個量 我選這個粉 好 上面的是粉紅色 就可以再加一點點 然後這個 然後呢 就可以開始戴一下睫毛 但是我要先把睫毛給夾翹 我是很討厭眼尾的人 真的很討厭眼尾睫毛 很亂 你不覺得嗎 然後呢 我會上 定型的 再刷睫毛膏 定型的刷完之後再刷睫毛膏 因為我今天沒有時間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中睫毛 所以我就選擇用這種一整排的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邊 然後眼睛上面應該還是會有一些空隙 記得把它補起來 那種眼影 然後呢 再用這個睫毛 睫毛兩個爬落在一起 所以呢 你可以刷一張睫毛上 你看它這樣睫毛就非常的翹吧 然後呢 當然還有下睫毛 做下睫毛就好了 刷下睫毛 就有些不夠深的地方 可以再加一點 下面的畫得差不多了 下面的話 我是用個亮亮的 把它給補滿 下面它就是用這個 這一盤的亮色系 我把它給補滿在前面 眼頭 就是閃閃發光的東西 有紅色的 然後還有深色的 花眼尾 因為我是用就是很多層嘛 然後最深的就是用這個顏色 帶過而已 這是全部搭翻面 面積的 這裡快用完了 然後打開 是Contro 把它打開 Artless IO 用這個 Woodie Brande的這個 美妝蛋 把它全部都變開 然後再用 大刷刷 大鼠鼠 我买ESL这个 这个也只有五彩 台湾没有 这个它是连带点亮亮的 它会发亮的这个米粉 它会有粉红亮 腮红 有Amastasia这个 它的亮超自然美 这里 看这是手套 还有整个装饰 非常的完美 那个订装水啊 然后这个颜色 它这样就会变色的 袋子 然后要粉的感觉 哇一直在变色 连毛都一起定妆了 头发可以喷一个保湿的 这是黄逸峰那边的 小蛋白护色 免冲洗 这其实就是我护色的啦 好 可爱吗 好的 今天的妆就已经 打工告成啦 粉红色 然后再加点就是 会亮的那种 亮色系的粉红 它是有点偏向深色的 但是呢 后面再用眼尾 再用深色把它带出来 但是下眼尾有地方呢 可以先用淡淡的粉色 后面再用 刚刚我说的深色 靠近紫色的方式呢 带你的眼尾 然后呢 睫毛记得要跟你的 假睫毛 记得要跟真睫毛混在一起 千万不能有两层 再同时把它刷起来 先用睫毛夾把它夹翘之后 再用刷的 刷完之后呢 再把假睫毛 戴在上面 然后再刷一次 然后眉毛就不用说了 眉毛就野生眉 我已经在上期影片 有教过大家 所以这期影片就不再多说咯 喜欢我今天的妆吗 还想看我下次分享什么样的妆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下次见 拜拜